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7月16日 拉迪主场赢球马到攻城 星期五深夜 芬兰超级联赛第12轮继续进行 拉迪坐镇主场迎战马里汉武 虽然马里汉武在上一轮联赛赢球 但难掩球队之前连败的低迷表现 加上双方今个赛季第一次交手 拉迪客场原胜马里汉武 今次拉迪有望是 今赛季联赛中相杀马里汉武 作为这个赛季分超级增标分子 拉迪已经联赛八轮联赛保持不败 赢了其中的五场 拉迪今个赛季联赛主场战绩是 值得认可 球队主场胜率超过六成 六个主场获得13个联赛积分 主场场分能力属于联赛前列 可见球队在座拥主场之利的情况下 赢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家常变范 其次 拉迪进攻的发挥也是无用置疑 查身艾斯路安 有望争夺今季的联赛金虚 他目前已经斩获五个联赛入球 其中四个入球都是在主场射入 对于他来说主场入球容易过借火 不单只指一名球员的表现 可以令球队能够获得较为出色的战绩 阵中还有基奥费利 以及艾天舌基利等人都有入过波 可见拉迪的进攻较为出色 且战术和打法都值得令人清道 另一方面 客队马利汉武的表现 相较之下就显得稍微暗淡 今个赛季马利汉武曾遭遇七连败 还要没有入球的尴尬纪录 其中就有一场输球今次的对手拉迪 加上到目前为止 球队客场的战绩更是不尽人意 今个赛季的客场失利率达六成 五个客场比赛紧收获六分 球队一直处于联赛中下游 另外 马利汉武今个赛季联赛总是处于被动的状态 其中七场比赛最先失球 还要难以在先落后的比赛中 拿到入球 进入比赛状态较慢 是球队目前最需要注意的问题 从两支球队的过往战绩来看 马利汉武确实是难以令人看好过一方 近三次交手 马利汉武未尝一胜 且每场至少失两个球 今次马利汉武在客场败走 输今个赛季第八场联赛都不是没可能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